自从马荣与王宝强的离婚案一审判决后 马荣曾多次发文表达对结果的不满 并说要上诉 今天王宝强申请二审公开开庭审理 理由是马荣多次 在公开场合发布案件相关信息 且两案证据基本相同 公众也基本窒息 王宝强认为二审已经不存在涉及个人隐私的情形 所以申请公开审理 王宝强看来是承认了马荣近期曝光的证据 而令人疑惑的是王宝强希望公开审理 应该是对案件有十足的把握 在马荣多次发生后 王宝强这是自从离婚诉讼开始的首次发生 在很多网友看来 这应该是两人最后的大决战 王宝强能希望公开案件 不知道马荣会做何感想 那么马荣曝光的哪些证据 是王宝强认为与案件相关的呢 马荣曾因为父亲 委派人到自己合法产权的房子取东西 而被媒体曝光说是撬锁 为此马荣还特意强调自己父亲的房产 被王宝强霸占 回顾来家 马荣还曾爆料自己的股权 被王宝强和表妹以整体收购为名片 他转让股权 自己查阅公司财务废 马荣也把自己与王宝强的共同房产曝光 并指责王宝强利用授权出售的房屋 栽赃他转移财产 如果王宝强回应的与两岸基本相同的证据是这些 那么案件公开审理会不会出现戏剧性的大逆转 马荣也曾信誓淡淡地说 人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债迟早都要还 谎言不会一直掩盖真相 正如乌云不能永远遮住太阳 并起诉王宝强的律师用谎言掩盖真相 并恶意引导舆论 如果二省马荣胜诉 王宝强申请公开审理是否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 不过 一对夫妻能从众人祝福到如今对付公堂 也真是令人唏嘘